2021年第14届郑州国际车展 因为疫情连一 在推迟了一个月后 于12月8日来开帷幕 作为和南省规格最高 参展品牌最全 影响力最广的汽车盛会 今天就带大家去溜达溜达 作为豪车界的扛把子 什么劳斯莱斯 兰博基尼都是开胃菜 小牛大路虎 还有五颜六色的保时捷 都静静的停在那里 等待着它的新主人 不过这些豪车都需要VIP预约 才可以靠近市城 普通消费者只可远观 不可现完颜 当然豪车区 少不了国产品牌的 扛把子红旗汽车 这霸气的车头 据说是宾利的设计师设计 全新大众CC夺目上市 多品类新能源汽车也是满电待发 经验亮相 这粉嫩的SUV征服了多少少女的心呀 爱啦爱啦 这款黄金版作架 让瞎了我的太和金狗眼 郑州国际车展的回归 多款品牌纷纷拿出年度诚意 各种新车 各种优惠 早已看花了眼 来看看帅哥美女 让我放松一下 为场内人头惨动 丝毫未受疫情影响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路观展高峰 车展清新准备了多项闺民政策 不仅能看到目前市场上最火热的车型 还有机会目睹代表未来驾驶的概念汽车设计 比如这辆未来纯电跑车 明显模仿科尼赛 本次车展为期五天 到12月12号结束 近期有购车需求的小伙伴 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期车盛宴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 那么大